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关注健康服务百姓健好 健康细胞助力健康陕西 各位亲爱的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 由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办由陕西健康教育中心 承办的百姓健康 那我们百姓健康呢 也特别开设了 陕西百姓健康的 一个公众互动的平台 大家呢可以通过 我们的网络广播报纸杂志 以及短线的方式呢 和我们互动起来 让我们共同发力 关注百姓健康 同时呢您有什么关于健康 或者是我们养生方面的一些问题 和疑虑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2912320 期待着您的互动 是的 我们陕西百姓健康栏目 还同步在微信平台 推出手机客户端线上互动 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陕西百姓健康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微信 健康陕西八大细胞学习平台 获取更多健康知识 积攒阅读积分 兑换现金红包 健康陕西我行动 从学习答题开始吧 那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 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 其实呢 也是很多的这个家庭里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我们首先呢 要从一张图片来说起 一起看大屏幕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图片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件事情发生在西安 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他说呢 这个螃蟹的壳呢 卡喉咙 十一个月大的宝宝 差点被要了命 也就是说这个十一个月大的宝宝 怎么样啊 它喉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螃蟹壳 然后就差点要命了 我觉得都不要讲说 是一个十一个月大的宝宝 就算我们成年人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喉咙里 卡了一个螃蟹壳的话 也是非常危险的 对 都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其实就是围绕着 在我们的小朋友的生活的周围 存在着的那些危险因素 我们应该如何来排查他们 孩子的成长呢 离不开家长的精心呵护 那如何避免这些意外的发生 发生意外 又应该如何采取急救措施呢 就有请出今天做客 我们百姓健康的嘉宾 为大家一一解答 她是西安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苏宇菲主任医师 我们掌声有请 苏宇菲 西安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儿童学分会青年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儿童重症 医师分会青年委员 从事儿科临床工作 二十年年 赞偿儿童微重症 和儿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今天我们要跟你聊到的 这个话题 可能对于很多个家庭来说 都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呢 我们的这个小朋友 可能从降临到这个世界 一直到慢慢地长大 在他们没有形成 自我保护意识之前 或者说在他们没有形成 对这个世界的危险因素 有认知之前 都是需要我们的监护人 我们的父母 甚至我们的社会 去对他们加以保护的 但是我们说呢 这种危险因素呢 又会经常围绕在他们的身边 对吗 是的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话 就是整个儿童的一个意外伤害 那么儿童意外伤害的话 在儿童死亡率的话 是非常高的 对 它包括内容非常的多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短片 它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 义乌的一个吸入 对 那么还有很多种情况 比如消化道义乌的吸入 还有就是药物的中毒 这个药物中毒的话 包括务服和主动服用 以及比如说创伤 比如说我们在每年的夏天 这个儿童的创伤患者 就会特别多 这个创伤包括车祸伤 儿童的坠落伤 或者其他电机伤等等 以及这个溺水 这些情况都是非常多的 都是非常多的 对 所以儿童的意外伤害 在我们临床上 尤其在儿科的急诊的话 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对 急诊量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的苏主任 就是我们急诊科的这个主任 所以平时应该工作 在急诊这一块 非常耗尽我们医生的心力的 因为每一个孩子来 肯定都是命垂一线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治疗他们的时候 一方面是跟这个死神 和这个危险因素在争分夺秒 另一方面可能我们也接触到 各种各样的这种孩子 由于意外而造成的这种伤害 心里难免会有很大的惋惜和痛惜 对吗 作为一个医生来讲 尤其作为一个急诊科医生来讲的话 如果这个孩子在非常危重的情况下 我们能通过我们的积极的一个救治 和准确的一个处理 能把这个孩子拉回来 这是作为一个医生的一个 失业的一个成就感 对 我们会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开心 是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 这个虽然我们尽力了 但是如果没有把这个孩子 从这个救回来 其实说实在 我们心里面也非常的难过 对 尤其是这个很多 比如说这个大孩子 所有的孩子都一样 其实大孩子 这作为一个父母来讲 把孩子养那么大 真的是很不容易 对 很不容易 然后当这个孩子 没有抢救过来的时候 我们说实在 作为急诊科医生来讲 非常晚些 也是非常难受的 那今天我们百姓健康 也特别要跟大家说到 几种非常常见的 我们孩子的这种意外 所发生的一些事件 我们到实验区 来 邀请 好 我们欢迎大家 继续关注我们的百姓健康 现在我们来到了实验区 实验区的台子上 放了一个 其实这个东西 家家户户都容易见到的 就柴子上放的那种 果盘啊 干果盘 这干果盘里的这些东西 大家也特熟 豆子呀 是吧 没事看电视淡嘴用的 瓜子啊 还有花生 这都是我们这个 电视的最佳伴侣 看电视的最佳伴侣 还有聊天的最佳伴侣 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讲到的 就是丁幼儿童吧 他们的这个意外伤害 其中的一项 就是这个目吸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我们说这个目吸 或者说目吞异物 这两者有区别吗 主任 这个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 咱们目吸的话 是指着这个异物 进入这个呼吸道 这种的话 对孩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那么物吸 那么是它这个东西 是进入消化道的 这个有吸的话 有比较大的影响 有吸的话影响不大 那么咱们就先谈一下 关于这个物吸的问题 好 那么物吸的话 其实儿童的物吸的话 我们临床专业的说法 也叫这个支气管异物 什么叫支气管异物呢 就是把外界的东西吸入 吸到气道里面 咱们都知道呼吸道的话 是人呼吸 这个通气的地方 主要是通道 如果是你异物 把这个气道堵住了 人就不能呼吸了 这个对 这个孩子来说 往往是一个非常致命 而且非常紧急的一种情况 异物的吸入的话 在咱们儿童的话 他的高发年龄 是一岁到三岁 那为什么这种孩子的年龄 这个年龄阶段 他这个物吸的几率会比较高呢 就第一个 就是他这种一岁到三岁的孩子 小朋友小 他什么东西 他都喜欢用嘴去尝试 对 他把什么东西 比如说瓜子呀 瓜子呀 或者小的那种零件啊 他都喜欢放到嘴里面去尝一下 那么他的吞烟和呼吸 这种吸调功能 是比较差的 他还没有完全发育完善 而且尤其是有些孩子 在吃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话 或者是哭闹的时候 这个身门打开 所以更容易吸入进去 到气道了 更容易吸入进去 对 这种情况 如果这个吸引物 刚好把这个气道一下 毒死了 那这个孩子当场就不能呼吸了 那么有一些 比如说他的衣物可能比较小 小一点 像有小豆子之类的 对 小豆子 他掉到一车气道里面去了 他另外一车 咱们知道肺的话 左肺 右肺 阻止气管 又阻止气管 他如果堵车了 堵失了一车的话 他另外一车还能带上 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来好一些 最主要就害怕 堵到这个整个上面这个阻气道 一下堵死 这种是非常危险的 瞬间的问题 瞬间的事情 天呀 如此说来 这个呼吸 我觉得他好像致命性比较高 更危险 而且是一瞬间 是 立马就不行 我们说如果孩子他一下呼吸了 他第一时间肯定也哭不出来了吧 他的状态应该就是 可能立刻就冤绝了 憋住了 他是这样的 如果是呼吸之后 如果是到主气道里面 那么第一个孩子 因为他呼吸 他不能呼吸 他首先第一个 他会有缺氧 他会非常的烦躁 咱们以前可能也看过 就是电视上 有这个幼儿园的孩子 呼吸的时候 看过这个视频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 这孩子满地到处跑 很难受 而且这个动作 摸到这个地方 他就会摸到这个地方 因为他这个地方很难受 出不来气 他会有这样一个动作 往往是气道 一无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就这样 很难受 他好像是要卡脖子 把它弄出来 对 然后过一会儿之后 如果因为缺氧时间长了 他可能就晕倒 就会晕倒 是发不出来声音的 发不出来声音 整个气道已经多死了 对 也就是说如果孩子 一旦戊息了异物的话 他可能不会大哭大闹 但是他会有一些 可能标志性的 这样的一种动作 还有一种情绪上的 一种烦躁和焦虑的体现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身边的人 就要加以关注 通过这些小的细节 来判断孩子 是不是戊息了异物 那结合大屏幕 我们来看一看 其中对于这个戊息的 这个排名 我们有钱三甲 这个分别是花生米 瓜子和豆类 其实这些东西都挺小的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特小 对于我们成人来说 好像你觉得 你生吞一个都行 是吧 但是我们说的吞和吸 它分别进入到的是 我们两个不同的 一个是进入到气道 一个进入到的是食道 对 所以说呢 这个对于孩子来说 是一个致命的情况 那我们说如果一旦发生了 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这个紧急救援的时间 是不是特别短暂 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果是进入这个气道之后 那么我们需要立即处理 这种情况往往就说 如果说你发生在家中的话 你送医院是来不及的 来不及的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 就是这个 支气管义务 它一个紧急处理的办法 我想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名字 叫海姆利克法 对 海姆利克法 那么这些年的话 我们一直在 作为急诊科医生来讲 或者作为成人的 急诊科医生来讲 我们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一个推广 这个技术的一个推广 其实处理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这里面可能又分为两种情况 就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孩子 他如果是不能站立 比如他是小婴儿 或者年龄特别小 那么咱们怎么来处理呢 怎么办呢 好 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 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婴幼儿 他发生这样雾气的情况 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 我们发现现在主任 已经坐在了这个椅子上 怀里抱着的是 我们的这个一个婴儿的道具 好 主任您给我们讲讲 我们该怎么做呢 好的 就是这个孩子 如果他不能站立的话 咱们首先要把他这个 用一只手 先拖住他的下颌这个地方 然后把他翻过来 让他躺到你的这个手上 前臂上 前臂上 然后用这个掌根 使劲地扣起 它就是两个肩胛骨之间 就是这样一个位置 两个肩胛骨之间的 对 这里对吧 对 就是这个肩骨 两个肩胛骨之间的这样位置 这个要使劲地扣起 扣起 扣起五下 一 二 三 四 五 扣起完了之后 然后把它翻过来 做五次的一个胸外按压 胸外按压的话 咱们通常用两根手指 用这个施子和中指就可以了 胸外按压的位置的话 就在这个胸部 两股头连线的终点 对 这样一个位置 垂直按压 垂直按压 这个频率的话 比如说 零一 零二 零三 零四 零五 这样按压五次 之后再把它翻转过来 再扣起五下 一 二 三 四 五 然后再翻过来 再做五次的一个胸外按压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咱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注意它口腔里面 就义务有没有出来 对 如果义务有出来的话 能看到明显的义务的话 咱们要把它清理出来 对 如果没有看到明显的义务 就继续这样做 直到它排出这个义务为止 我们说这个就是 给小婴儿做这个胸外按压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些 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 您的力道也非常大 一般我们怎么控制呢 对 它这个按压的话是这样的 就第一个选择的位置 两个手头连线终点 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按压的时候 咱们两根手指 一定要垂直于这个胸臂 这按压的深度的话 像这个婴儿的话 是四个公分 四个公分 那么按压的力度 还是要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按压五次 那频率的话 大概这个频率的话 比较专业的手法就是 三十次按压 需要就是15到18秒 就是大概的话 就是0.5秒 要按压一次 0.5秒按压一次 明白 这样一个频率 对 频率还是很快的 对 我们给成人做过 行费服务 0.2 0.3 0.4 没有给宝宝做过 这样 这样一个频率就 基本上就是 33呀15秒 明白 就是这样一个频率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一旦有这个异物 吸入到我们的 这个气管的时候 我们是来不及 去医院的 所以说我们关于 这个胸部的这个按压 包括背部的扣肌 对 扣肌 我们这个 大家应该是 去练习一下的 应该都学习一下 如果家里有宝宝的 一定要掌握这门技术 对 记得 好 这是我们婴儿的 一个哈姆尼克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说说 比方说 大一点 孩子长大了 一 两岁 三 四岁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这个孩子 如果是比较大 他自己能站立的话 实际上你有些时候 手是拖不住的 对 孩子 咱们都知道 孩子体重本身 一岁多 他有十几公斤 十二 三公斤 你是拖不住的 他能站立 那么你就让他 站到你前面 那么你这样 来 我今天当个宝宝 当个宝宝 当个宝宝之后 然后让他站到你前面 你首先的话 用一只手 找到他肚脐这个位置 肚脐的位置 肚脐的位置 然后另外一只手 握成拳头 放在他肚脐的上方 然后另外一只手 然后再搭到这上面 然后使劲地向后 向上进行一个冲击 什么感觉 这样就是 冲击还蛮大的 感觉是不是有个气 从那个气道里面出来了 是的 这样 知道这个义务排除为止 当然我刚才用的力度 相对比较小 你真正是有这个义务的时候 你这个力度一定要大 再一个 这个孩子可能比你要矮很多 你可以蹲到他后面 或者跪到他后面 去这样做这样一个动作 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往往就是两到三次 就能冲击出来 当然如果两到三次 冲击不出来的时候 咱们还需要继续进行一个 这样一个冲击 就这样一个冲击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 一直做这个动作 直到我们看到 一无处出来 是的 明白了 好了 大家学会了吗 这个韩姆利克方法 其实我觉得挺简单的 但是我们说 你一定要学会 并且把它分享给身边 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 包括我们的爷爷奶奶 我觉得姥姥姥爷 都应该来学习一下 带孩子的家长 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让孩子远离 这个意外的 这个伤害的发生 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一个同事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好 就是时间也不长 大概一两个月之前 他家有一个 两岁多的一个宝宝 就是这个姐姐 给这个小的 喂了一个这个花生 喂了一个花生 当然他 因为是一个专业人员 喂了之后 然后马上就卡住了 标志性的动作 这样 就这样 就感觉很难受 出不来的气 他马上上去 就是这个韩姆利克 喂了孩子的身后 三次 三次一下 就把这个冲击出来 这么厉害 因为他非常专业 对 因为他是我们的专业人员 所以说 因为他懂这个东西 所以说 很快 这个异物就排船 你就没事了 你想如果是 他不懂这个 韩姆利克的话 那么你想 他的后果 会非常的严重 没错 其实不光是这些坚果呀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小朋友吃入布丁 我们那个果冻 也会有这个 因为那个会吸嘛 对 小朋友一吸的时候 就进到气道里面了 也出现这种情况 是不是 是的 就这个 知识馆的异物啊 它的种类非常多 咱们常见的瓜子 瓜生 比如还有这个糖 甚至有一些气道的小菱件 还有咱们陕西这个地方 核桃 这也是我们临床比较多见的 坚果类的 坚果类的这类的东西 对 甚至有果冻 果冻的话 因为它这个一吸啊 这孩子需要去吸 一吸的时候气道是打开的 很容易一下就到气道里面去了 以及我们还见过这种情况 就是气球 比如说气球 这个小孩把这个气球爆了之后 他喜欢这样去把它拉开一吸 对 小时候都会玩 吸个小球 吸个小球 然后再把它弄破 这个声音很动听 但是这个吸的话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吸的时候 你气道是打开的 然后一下吸进去 直接就贴到这个整个身门地方 把身门就有可能堵死 有贴 所以说这个一次非常危险的 听上去觉得非常的可怕 就是这个雾吸的这样的状态 但是刚才您做这个寒姆立刻 我还有几个小问题 想请教您一下主任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发现 您给赵伟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觉得力度已经 在我看来 我觉得已经挺大的了 您刚才讲 其实力度还是不够大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力度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 衡量或者是判断呢 大概要一个什么样状态 就是它是猛然发力的 对吗 这个力道一定要大 一定要大 就具体大到什么程度 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 没有办法量化 没有办法去量化 对 那么它这个 它的目的是什么 通过对隔肌的一个冲击 咱们都知道 这个肺和胸腔了 有点像打隔的感觉 送上来 这个对隔肌的一个冲击 压迫这个肺组织 对 里面的气体 然后让那个气体的冲击 通过这个气体的冲击力量 把这个异物冲出来 所以这个力度一定要大 对 一定要大 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这个就是 吸入异物的这个孩童 它是保持一个身体的直立就可以 还是比方说 孩子可能他会有这种 不舒服的状态 他可能没办法直立 他比方说跪着或者身体有一些向前的倾斜 这样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非常感谢我们苏主任在这个环节的分享 那接下来的话题我们到访谈区接着聊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婚新提示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中指出 妥善存放和正确使用农药等有毒物品 尽防儿童接触 好的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儿童 第一个危险因素就是物吸 对吧 对 物吸呢 刚才老师也讲到 其实大部分的年龄分布在一岁到三岁之间 但是婴幼儿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 就是第二个危险因素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是什么 这里有一则新闻 近日深圳市罗湖某医院接到急诊 患者是一名十一个月大的婴儿 事发当天妈妈在厨房炒菜 她独自在地板上玩耍 约十来分钟的功夫 妈妈从厨房出来 等妈妈找到洗手间 看到让人崩溃的一幕 孩子栽倒在水桶里一动不动 抱出来看到孩子面色乌清 已经没有了气息 通过这个新闻 我们一个初步的判断 其实是这个孩子溺水了 对 他倒在这个水桶里了 我就想起来就是我周围有同事 他们已经当了爸爸或者妈妈 他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 就是家里有孩子的 如果一旦 在家里变得非常安静 那肯定就是有事 就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孩子 家里一般他都会倒腾嘛 跑啊哇啊在那各种动静 但如果一旦安静下来 肯定就是有事 就要担心了 那我们周围妈妈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我们说其实像这样的一种惨剧 真的是看过之后 听过之后 都会为这个家庭而感到惋惜 但是你说这个家里啊 这个水桶啊 家家户户都有 甚至是浴缸啊之类的 这样的危险因素 真的有时候让人防不胜防啊 主任在这个临床上 应该也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病例 或者说急诊的一些病患吧 其实这种情况呢 在咱们临床上也是不说很多 但是偶尔也会碰到 实际上这个孩子的话 他是一个溺水引起的窒息 溺水引起的窒息 那么这个是在家里面发生的 其实现在这个溺水的话 在很多场合下都可以发生 比如说这个游泳池 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这样的病例 在游泳池 然而溺水 溺水之后 然而引起心跳呼吸停止的 还有就是 因为咱们陕西这个地方啊 水还是挺多的 巴水扰肠啊嘛 周围有很多的这个水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这些这个家长缺乏监管的时候 这种孩子跑到这个游泳池 跑到这个河里面去游泳 然后这个溺水的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是啊 可是我们说有的时候 家长对于这个溺水的防范 都集中在夏季 或者说呢 这个河边 湖边 大海边 游泳池 是 这些公共的区域 我们都会有这个警醒 但您要说在家里 谁能想得到啊 这真的很难做到耶 主任 所以说如果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对 咱们以在家里面的话 也要采取机救的一些措施 也要采取机救的措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咱们都知道 像这个孩子的话 他面受呼吸 已经没有了气息 说明这个孩子 当时已经没有呼吸了 已经没有呼吸了 那么这个大学方 可能没有提到 这个心率的问题 但是一旦没有呼吸 心跳很快就停了 很快就停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采取一些 机救的一些措施 机救的措施 这个时候我们家人 对他的急救 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如果是我们第一时间 发现的话 对吗 对 是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 急救措施都有哪些方法呢 是不是 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 心肺不输 那么心肺不输的话 比如说这个孩子 他当时在家里面 心跳会已经停了 这个时候咱们去打120 因为这个120的医生 到达现场 这个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 一定是有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是 心跳会停了之后 如果是你不采取 积极的救助的一个措施 那有可能五分钟 甚至四分钟 他你后面再去做一些 机救措施 那么效果就不好了 不好了 也就是说会救不回来 对 或者说你即使救回来之后 对神经系统 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损伤 对 那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把它叫做黄金十分钟 或者白金的一个四分钟 这样去叫他 这样去叫他 所以说你在家里面 采取的机制措施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还是以这个孩子为例 好的 来作为这个心肺扶苏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演示 好的 我们做心肺扶苏之前 那么首先要判断一下 这个孩子有没有这个反应 有没有反应 就是如果这个孩子有反应 说明他这个心跳呼吸 应该是正常的 这种情况 不需要去做心肺扶苏 如果这个孩子 比如说这个孩子没有反应 像刚才这个 咱们屏幕上出来 已经链手不轻 已经没有气息了 那么第一个动作 咱们一定要先不打120 不打120 要让120过来 进行一个机构的处理 这个时候 咱们再来判断 他的这个情况 那判断什么呢 第一个 看他有没有脉搏和呼吸 呼吸怎么判断 咱们把衣服给他解开 如果呼吸的话 咱们一定可以看到 他胸壳的起伏 起伏 对 胸壳的起伏 脉搏的话 如果是小婴儿的话 咱们可以判断 他宫洞脉的波动 宫洞脉的波动 在哪一个地方呢 在哪里啊 就在这个 大壁 简单地说 就是在上背 上背的内侧 走关节这个地方 然后再往上面 靠一点点 大概两指 这样一个距离 摸他的这个 宫洞脉的一个波动 那判断时间 多长时间呢 5到10秒钟 如果是5到10秒钟 你没有明显地 触及到这个波动的话 就判断他 心跳已经没有了 判断心跳的同时 咱们看他的胸壳 有没有起伏 对不对 就比如说我们这样 就判断 就这里有没有上下 观察这个 对对对 呼吸的情况 因为咱们呼吸的时候 胸壳是有起伏的 如果他胸壳没有起伏 咱们没有触摸到 这个大动脉的一个波动 这个时候 我们说他 心跳部已经没有了 心跳部已经没有了 这个时候 咱们就需要去做这个心胃复苏 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大孩子或者儿童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判断的是颈动脉 颈动脉是如何判断的呢 咱们先找到气管这个位置 气管在前面的正中间 然后往自己这一侧 靠近自己这一侧 划动 在这个气管和颈部肌肉之间 咱们能触摸到颈动脉的波动 非常明显 咱摸下自己这个地方 颈动脉波动非常明显 是跳的最明显的那个地方 对非常明显的 但大孩子的话 咱们就判断这个位置 小婴儿的话 公动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 这个说起来复杂 其实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 有没有呼吸 有没有脉搏 就这个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时候 或者他的呼吸特别微弱的时候 这个时候 咱们需要给他做心配部数 咱们还是找到两个乳头连性的终点 两个乳头连性的终点 但就这个孩子比较小 比较小的 比如一岁以内的婴儿 咱们通常采用的就是双指法 这跟前面我们就是 做这个海姆利克的时候 是一样的 用双指 找到两个乳头连性的终点 这样去按压 按压多少次呢 按压三十次 三十次 三十次 一定是三十 这个数字要记住 频率是 什么样的频率呢 就三十次按压是十五到十八秒 这样一个时间 比如说 零一零二 零三零四 零五 零六 零七 零八 零九 一零 一一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就这样 按压三十次之后 按压完了之后干什么 通气 跟着孩子要催气 要口对口 那么在家里面这种情况呢 因为是最亲密的人 都是口对口的一个人工复兴 你没有办法去找这个隔离装置 口对口的人工复兴 你先把这个头搬过来 搬过来之后 首先把鼻子跟它捏住 鼻子一道捏住 然后把这个下颌抬起来 抬起来 抬起来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它脖子出一个轻度的一个养生位 然后打开它就气到 然后用自己的嘴 包住这个孩子的嘴 进一个通气 吹进去 吹一秒钟 吹的同时要看它的胸扣 有没有起伏 如果它胸扣起伏 说明这个通气是有效的 对 如果是胸扣没有起伏 说明这个通气没有效 吹两次 吹两次之后 再重复按压这个动作 0.1 0.2 0.3 0.4 0.5 0.6 0.7 重复一直重复做这个动作 知道救援人员的一个到达 或者说这个孩子 恢复了呼吸心跳 如果这个孩子 他这个意识恢复了 心跳恢复了 那么咱们等待120来救援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孩子没有 你可以一直这样去做下去 但这个地方 儿童和成人的话 有一点小小的区别 就是说这个儿童 婴幼儿 尤其年龄小的一岁以内 咱们的双子安一样 那么大孩子 比如说儿童的话 咱们可以当长 当长 这样去按压 就孩子大一点 大概在几岁以上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一般一岁以上就可以用这个 好的 当长 那么甚至更大的孩子了 咱们可以这样 或者承认 就是按长成人的心 就是这样去按压 这个按压的话 一定要注意的几点 就是说第一个位置 对吧 两个组头连续的终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按压的时候 你的肩关级 走关级和晚关级 一定要在一条支线上 你看 而且是垂直于这个胸臂的 垂直于这个胸臂 那么按压的力度有多大呢 如果是婴儿的话 是四个公分 四厘米 儿童的话 大概是五厘米 成人或者说青少年 是五到六个公分 这样一个深度 所以它对深度的话 要求是非常高的 要求是非常高的 就尽量这个 要按压到足够的深度 它才会有这个 建立有效的一个循环 这是一个 整个的一个心肺复苏 简单的一个操作 那么最后简单来 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就第一个 盼望这个孩子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咱们赶紧打120 让120来帮忙 然后再去评估这个孩子的 脉膜和呼吸同时评估 如果这个孩子没有脉膜 没有呼吸 或者说仅仅是喘息 所有的喘息就是 就是人在中部期的那种表现 就是一会儿出口气 一会儿出口气 很慢 胃频率很慢 很慢 这个时候咱们就开始这个 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的第一步 就是按压 三十次按压 按压完了之后 进行两次的一个通气 口对口的一个通气 那么循环进行 三十次按压两次通气 三十次按压两次通气 这样知道这个孩子的意识恢复 或者说120的医生到达 好 谢谢主人的分享 谢谢您请坐 这个讲完之后 我觉得我也是受益匪浅 其实因为我们的婴儿 和这个儿童甚至成人 他其实使用的这种 心肺复苏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熟练地掌握 如果说我们家里没有孩子 但是我们如果学会的话 可以帮助周围的发生意外的孩子 来保住他们的生命 所以这个方法非常非常地重要 心肺复苏 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掌握它 是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 对于我们的这些孩童们 还有哪些意外的危险因素 这是苏主任接至的一位 这个急诊的患者 我们请苏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的话是一个消化道的一个义务 就是孩子把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里面东西有很多 吞到这个肚子里面去了 通俗地说就是 这是消化的义务 那么这个是一个磁体 这个是一个磁体 客观地说 绝大部分的义务 都不需要做特殊的处理 比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刚才我们这个 看到的这个玻璃 这种玻璃珠 它这个很光滑 对 它在消化道里面的话 你吸收不了 然后而且它的周围是非常光滑的 所以它通过消化系统吃菌之后 它会排出来 这种的话问题就不大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就特别的害怕 比如说这个磁体 还有一些带磁性的钢珠 对 那么咱们知道 如果是比如这个带磁性的钢珠 进去之后 有一个孩子他吃几个 吃几个进去之后 一个它在里面的话 这个磁体之间 它是有相互间吸引的 对 比如它到肠道里面去 一个在这一段 一个在另外一段 因为它都是整个在腹腔里面 它一吸住之后 就会把当中的一段这个肠子 给挤住了 挤住 这个地方它就会缺血 坏死 就会穿孔 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咱们陕西这个地方 碰到情况是比较多的 枣核 对 咱们都知道这个枣核 它是非常尖的 非常尖的 那么它一头尖进去之后 它会把肠管戳破 戳破之后 就会引起消化到一个穿孔 出血 比如说我们医院 每年都会接诊 很多这样的患者 成人医院 老年人也容易穿这种情况 所以你吃大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那个枣核 吃进去 因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太危险 非常危险的 那么还有一些 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还有非常危险的情况 就是电池 这就是在临床上 已是比较多见的 电池 对 就那片的是吗 对 有扣电池 片中的电池 对 有扣电池 那么咱们都知道 这个消化道里面 就是胃里面有胃酸 胃酸呢 对消化道上面的电池 它是有腐蚀中用的 腐蚀中用 但是这个电池里面 它有很多的化学物质 对 化学物质 那么如果是把外面那一层 这个金属的东西腐蚀了之后 它化学物质的话 就会流出来 流出来之后 对消化道的省伤 就特别地严重 特别严重 当然这里面的例子 会非常多 我们见过各种各样多 甚至把针吃进去的 把发卡吃进去的 天哪 把耳环吃进去的 天哪 把棉签吃进去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还真的是要 特别地小心 家里有一个孩子 各种各样的意外 可能它都会发生 因为它对周围的 危险的感知 这个能力 分辨的能力 判断能力都非常地低 所以像刚才主任 接诊的内力情况 我们也希望 大家只要加以防范 让这种发生率 把它变小 我们接着来看大屏幕上 出现的这幅图 我们这幅图 我们叫找茬儿 我们要考一考 我们现场的各位叔叔阿姨 你们认为在图中 你们所看到的危险因素 都有哪些 我觉得这个小孩 她正在玩水 地上有那个插卸板 如果那水流进插卸板 就很大的危险 漏电的危险 还有 第一个 还有一个 电暖器也不行吧 电暖器 第二个 对啊 没有了 没有了 还有没有其他 好 旁边这位 来 好 洗衣机 那个开着门呢 等会儿孩子钻进去 物钻 对 那也危险 对 阿姨看到了 现在找了四个了 还有吗 盆那个盆旁边水 滑澡以后 栽盆那头 能溺水 对 旁边水溅出来了 还有吗 洗澡那边有水吧 它也容易一点 浴缸里头有水 钻进去就有溺水 钻进去 对 六个 那马桶开着盖呢 它进去 等于就是那种了 对 新看到了 马桶盖还开着呢 盖着盖合适 开着盖有水 对 对 还有吗 阿姨 您太厉害了 您家 您家现在有事 孙子孙女是吗 没有呢 还没 那您真的 地方有了 保证看孩子 那您真的 您如果帮着看孩子 您绝对是金牌的 奶奶或者老了 不错 眼珠看着他 不错 眼珠看着他 不错 等哪儿看哪儿 她玩就看着她玩 真好 真好 谢谢 谢谢阿姨 请坐 主任您看我们现场的 这个阿姨 两位阿姨 尤其后面这位阿姨 太厉害了 给我们补充出来 七个危险因素 我们接下来要公布一下 这个正确的答案 咱们来看都有哪些 好 首先我们先从地上来说吧 就是这个电板线 对吧 插线板 插线板 然后地面上有水字 这都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浴缸里的水 还有马桶 还有开着的 这个洗衣机的门 我们没有观察到的是 这个洗涤用品 要放在孩子 不容易接触的地方 对 够不着的地方 但是它放在了这个孩子 可能容易够到的地方 还有远处 我们说这个水龙头 它在热水的位置 放在了这个热水的位置 如果孩子打开会烫伤 对不对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是的 是的 我们就这两个小点 没有找到 我觉得给我们自己 一些掌声吧 你们都太称职了 其实我们想通过 这样一幅小小的图画 让大家找茬 找出来这些危险因素 无非也就是让大家 增强这个安全的 这样的一个意识 主任 对儿童来讲吧 这个意外伤害 这危险因素的话 无处不在 真的 那么儿童意外伤害 上高发的眼龄的话 它最主要还是 五岁以下 五岁以下会比较多 那么这个最主要的话 还是它自己 那种判断的能力 会非常的弱 非常的弱 所以说我觉得是 就从咱们这幅图来看的话 就比如说烫伤 比如这个电暖器开着了 这烫伤的话 也是儿童意外伤害当中 比较常见的 还有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洗击镜 放的位置比较低 那么孩子容易误食 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这个那么实际上就是 跟咱们前面讲到的 消化道的一些损伤 异物 这些有很大的一些关系 其实主任刚才也聊到说 这个消化道的这个异物 其实对于孩子的伤害 是非常大的 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消化道如果出现 这样那种意外的伤害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因为有时候家长 真的也挺一筹莫展的 你说你里边有个东西 然后怎么办 对 是这样的 就如果是一旦把 很多不同的东西 务实进去之后 其实作为家长来讲 非常的着急 非常的着急 当我们在临床上 因为这个消化道医物 几乎每天都会碰到 每天 每天都会碰到 而且有的时候 甚至碰到好几地 上市里的情况都有 那么绝大部分的 消化道医物的话 实际上问题不是特别大 前面我没提到 但是有些情况 需要做出一些 紧急的处理